我真服了她了 整天就知道打游戏 打游戏比女朋友还重要呢 我这都已经回国几个月了 我好不容易逮着她一次不训练 我跟她说我心情不好 你猜她怎么说 训练再输了我也心情不好 我说我想看看她 她说好的老婆 我今晚直播开摄像头 你来看我吧 顺便给我刷点礼物 摸摸哒 我说我上课真的好累啊 我打游戏也很累 顺便 干吗 是你让我猜的吗 真的是服了你们这些喜欢打游戏的 连约会内容都是打游戏 打游戏也就算了吧 还嫌我猜 拜托 女人萌萌哒不是挺好的吗 要是这个世界上 有又会打游戏 又萌萌哒的生活存在的话 还有你们这些电竞少年什么事 早就叫你不要答应那个职业电竞少年 俗话说得好 电子竞技没有恋爱 呵呵 电子竞技没有恋爱 那你那个前男友简阳 难道不是个职业电竞选手啊 那是我年少轻狂不懂事 都已经过去了 往事不要再提 总之啊 我这次算是来真的了 我这次从国外 读了三年研究生回来了 大家还是一副网瑜少年的样子 早知道是这样 我还不如留在国外部回来了 童谣 我跟你说话呢 你就知道玩手机 怎么啦 怎么了 见鬼了 有人找我打职业 那确实是见鬼了 这是骗子吧 可是她骗我打职业干嘛 谁知道呢 这骗子够与时俱进的 业务都发展到电竞圈 专片电竞少女了 又来了条信息 忘了自我介绍 我们是一个职业战队 恭喜你刚刚通过了我们的测试赛 你打得很不错 要不要加入 您薪八十万 比赛另算 如果不满意 还可以再谈 那你问她吧 哪个战队等 好 我们是 ZGDX ZGDX 是ZGDX ZGDX谁啊 就是路思成的ZGDX啊 就是爱家隔壁战队那个 穿睡衣扔垃圾 都帅无一脸的 那个路思成啊 粉丝口中的那个 零差评男神 你还看过路思成穿睡衣的样子 我看没看过路思成穿睡衣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骗子她为什么不打中文 可能是她手机坏了 打不了中啊 CK 简阳的战队 你前男友啊 小龙 爸 妈 我回来了 小龙 小龙 小龙还老婆呢 什么老爸 妈 我回来了 洗洗手 准备吃饭吧 我今天打游戏的时候 有人给我发信息了 说 是找我去打职业的 还是个很有名的战队 今天啊我也接到一个电话 说我在超市买鱼的时候 中了一辆劳斯来斯 近日 OPL春季赛决赛将在上海盛大开幕 参加对决的两支战队分别是 ZGDX战队和CK战队 预计这场盛大的比赛将会吸引数千人前来拐赛 其实就职业选手 站在舞台上拿下冠军 似乎也是一件挺酷的事情 选择职业啊 好像不应该考虑酷不酷的问题吧 这都毕了业了 马上就要去公司上班了 就知道打游戏 妈 你就这么好骗 还说有人找你打职业 你这孩子你洗手了没有你就吃啊 给我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好歹是一个姑娘家 成天到晚摸完键盘就摸吃的 你不嫌脏我还嫌脏呢 过来搭把手 好 好